很多人问台长 台长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 什么叫命 命就是 积胸祸福 不能用人的力量控制的 叫命 什么叫运 运就是靠着佛的力量 走过生命的全过程 并能加以控制和改变自己的命 那就叫运 佛法不讲命 但是承认命运 讲命运 那是为了度化众生 认识命运 那是学佛的基础 如果一个人连命运都不相信 他怎么能够相信佛法呢 台长 在广播电台 经常回答大家问题 有一个同修的儿子 得了一种叫 运发性 积胀力的障碍的病 医院没办法治 那天他打进电话来 台长给他看图腾 我说他身上有个老虎心 导致他经常会打嗝 动作各方面都像老虎 声音也像 同修都承认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电话里 传出了老虎叫 就是他儿子的声音 我想让你们听听 当时这段录音 你们仔细听好了 有一句是他儿子 灵性老虎 经在他儿子身上的叫声 谢谢大家 台长好 帮我看一个1999年的图 男的 看他身体状况 脑子 对 又是个自闭 台长跟你讲 他生的病 叫远发性积胀力障碍 现在医学上没法来治他 我告诉你 他在这个发病之前 他有一段时间 非常的忧郁 听得懂吗 对的 听得懂 我告诉你 他现在身上有一个 有一个老虎心在他身上 虎心啊 老虎心啊 所以他经常会打嗝 听得懂吗 对对 他有时候闹起来 晚上不怎么好 好好地睡觉 非常不好的 他确实 他有时动作各方面 确实像个动物 现在知道了不了 现在他是一个大的虎心 在他身上 所以他的动作 有点像动物 怪怪的 他的行为都像 都像 有时候他讲 他叫起来 声音都像 嘴巴张一张啦 我不讲你 不相信的 一讲你就相信 现在还在 现在是他在叫啊 对对对 你看像不像老虎啦 像的 他就是看电视 看他开心的 他就这样子 现在看见了不啦 现在听到了不啦 真的 诶 真的 当心了 你当心他抓你身体 啊 抓过没有啦 抓过 你先会惩罚我 现在好得多了 好了 惩罚你 还为他讲呢 就是抓你呀 好好念的啊 嗯 好 我一定 我一定会念的 感恩师父 谢谢 谢谢 其实 人生的对错 就是你在寻找 符合自己内心的价值观 凡是发现对自己有利益的和存在利益好处的考量 你就觉得他是对的 如果不符合你心意的 你都觉得这是错的 其实 你就是在骗自己 中国古代圣人老子说过 武之大患 因无有生啊 因为我们整天为了自己而活着 当人间 当我们的爱什么 我们就会被爱 所纠缠 所牵连 比方说 很多人为钱 他就被钱所困 很多人为了多买些房子 他就变成了还贷款的房奴 有些人爱孩子爱过头了 他最后就被孩子锁住了 让我们无法解脱 什么事情都不要去留恋 则心无挂碍 烦恼来自于自己不合理的欲望 众生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不惜浪费 有限的生命 想去保持人间虚幻的物质 这就叫执着 我知道 你们要鼓掌 索性就鼓得响一点 我感恩你们 太长了 知道人间没有一样留得住的 但是我们拼命地想去留 这本身就是佛经上说的 求不得苦 我们要学佛 保持一颗良好的心态 记住了 随缘才能团圆 随顺才能万事皆顺 随喜才能在烦恼的人间中 放下自在 罚喜充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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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